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灵妖,人,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人这辈子是会有因果的 因果全部都是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之中所酿成的 你做了什么,付出了什么,做什么好事,又做了什么坏事 是善良,还是恶毒,是真心,还是假意 因果都不一样 行善做好事的人,积极努力向上,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的人,最终得到福报 作恶多端的人,心术不正,想方设法陷害别人,算计别人 这样的人,最终会受到惩罚 人这辈子,你做了多少善事,做出了多少努力 其实老天都看在眼里,最终你的付出会形成一种福报 老天早晚都会补偿回来给你的 而你若是做了多少坏事,积累了多少恶行 老天也一样会看得见,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 到了那个时候,你有多少罪行,都会一起袭来的 人活一辈子,头顶有青天,暗处有神明 不管是好因还是恶因,都会有因果相报,谁都躲不过 02.人有万算,天有一算,算来算去,始终算不过天 喜欢算计的人,从一开始就在埋下了恶因 在算计别人的同时,最终会算计到自己头上 算计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钱财而昧着良心赚钱 为了利益而出而反而,出卖别人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别人的善良 利用了别人的信任,从而在别人身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个人若是爱算计,虚情假意对人 斤斤计较做事,到处占便宜,什么都贪心 那么这样的人是心胸狭隘的,是善度的,更是见不得别人好的 自私自利,为了自己,什么原则和底线都可以放弃 可是,人有万算,天有一算 你在聪明,在精于算计,也始终是算不过老天 老天最终会选择保护善良人,而收拾算计的人 做人,一定要真心实意,不要太会算计了 算来算去,最终是坑了自己 与其算计,不如踏踏实实努力 即使走得慢一点,苦一点 却得到的始终都是你的,不会失去 03 人有德,才能聚财 廖凡四讯中有一句话说 百金财富必是百金人物 千金财富必定是千金人物 人活一辈子,你有多少德,才能拥有多少财 这是你注定的因果福报 人若是德不配位,必会遭殃 自己累积下来的财富,最终全部被老天收回去 人若是有德,即使暂时没有多少财富 却在自己渐渐累积德性的时候 也同时在累积财富 钱财到时候自然就会越来越多 古人云,不积魁步 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 奇迹一跃,不能时步 奴马实价,功在不舍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求财致富,不要急于求成 不要总想着走捷径 而忘记了自己的初心 忘记了做人的道德和底线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蹴而就的 都是慢慢来 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才会水到渠成的 反而那些超尽道 来路不明的钱财 得到的快,失去的也快 没有德性的人 是无法守住自己的钱财 而有德性的人 才能得到天的护佑 留住财富 其实每个人都有爱财之心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走正道的人 始终会得到好的结果 而不走正道的人 靠着阴险的手段得来的 终究也会为之付出代价 老一辈的人 常常告诉我们 富贵荣华 其实都不靠抢夺而来的 而是靠自己的德性累积而来的 每个人的行为 都会形成因果 影响着我们一生的命运 零四 因果相报 谁也躲不过 人这一生 因果相报 想要有福报 就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脚踏实地厚道的人 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没有亏欠别人 做人做事 对得起天地良心 那么你这一辈子 始终都是过得心安的 你的善意 你的付出 你的努力 最终都会成为你的福报 照亮你的人生 你若是一直都在算计被人 做坏事 昧着良心 和底线做事情 不顾及别人 甚至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 那么你前半生 所做的这些事情 后半生 就会逃不过一些因果 因为天网灰灰 输而不漏 谁都逃不过 做错事的惩罚 人活一辈子 始终要记住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恶人自有恶果 坏人自有天成 傻人自有傻福 好人自有好命 行善事 有善果 做坏事 有恶果 因果轮回 不是玩笑 善恶有报 不存侥幸 零妖 想起一生中有一句话说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 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 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 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时 我可能脆弱的一句话 就泪流满面 有时 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是的 人生不易 生活艰难 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要尝尽酸甜苦辣 体验人间悲苦 才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 人生苦吗 累吗 那是当然的 但是我们不管多苦多累多疲惫 始终要坚持下去 要挺住 努力上进 才能争取早日实现自己理想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 谁都向往 但不是想象出来的 而是奋斗出来的 人生就是这样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没有白费的努力 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零二 人生实苦 唯有自度 这辈子 谁也帮不了你 唯有靠你自己 也许在你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些贵人 他们帮助了一程 甚至点化了你 让你改变了人生轨迹 开始新的人生之路 也让你找到了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 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要靠你自己的努力 也许一路上会非常辛苦 在没有成功之前 都是非常难熬的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给自己加油打气 保持热情和信心 才能得到回馈 欢迎光临中的沉经典 他本科毕业后 第一次考研失利 就去酒店里当门童 想着一边工作 一边再继续考研 但是他考研的成绩 一年不如一年 因为他的心态变了 整个人都静不下心来 又好高悟远 不切实际 最后因为想法不同 女朋友也跟他提出了分手 他本来就不想当门童 就是觉得这是一个过渡而已 但是他看着自己的女朋友 从服务员变成了领班 看着自己的好哥们 也因为努力而升职了 而自己还是在原地踏步 他又不甘心 但是又不爱这个职业 他去找经理申请培训计划 却被经理否定了 因为经理知道 他本来就不属于这里 他也不热爱这个职业 即使参加了培训计划 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经理最后用一番话点醒了他 叫他离职 一心考研 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这样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经典听明白了 他觉得经理就是自己人生中的贵人 辞职之后就专心考研 不再三心二意想着别的事情了 人生 有时候如果不把自己逼到绝路上去 是不会有新的出路的 当你学会对自己狠的时候 往往你是命运扭转的时候 所以就算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是难熬的 让你非常累 非常疲惫 但是通过了努力 你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成绩 那一切都不是事 03 人生其实就像是一场竞赛 对手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如果你不觉醒 不会想 那么谁也帮不了你一辈子 人生始终要靠自己的 让生活的磨练之中 在时间的冲刷之下 我们经历风雨 也会遇见彩虹 人生无常 事事难料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但是我们要有随时坦然的心态 去面对所发生的一切 心态好 那么一切就好起来 毕竟苦难都是暂时的 我们依然要继续向前看 梦华路中的赵盼儿和三娘 还有宋尹章 三个一起合伙开茶馆 第一次来到东京的他们 并没有熟悉市场环境 也没有系统地调查过 说开就开了 第一天开张的时候 挺多人的 结果往后就越来越少人了 他们三个人 还因为经营问题 而发生了分歧 但是把话说开了 又和好了 人生是充满难料的 创业这条路更是艰难 但是我们要相信明天会更好 于是他们三个人重新定位茶馆 然后找到了合适的营销策略 再重新开张 才再次创业成功 其实每个人在人生路上 都会很累 很疲惫 或是为了站稳脚跟 或是为了维持家庭 或是为了生活 等等 我们始终不能放弃 吃得了苦 受得了累 才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在生活中的 我们何尝不是这样的 或是为了在大城市里 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从而拼尽全力去努力工作 受到多少苦 多少累 全都学会了忍受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哪一个人的生活是容易的 心态不同 就会过上截然不同的人生 放弃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坚持下去就很难 也唯有坚持下去的人 才能走到人生的彼岸 写给很累很疲惫的你 不管生活多难 人生多苦 一定要挺住 加油 加油 共同